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玩社群应该很常会碰到 然后我先大概讲一下这个情况好了 就是可能你会在你的IG收到一些就是那种陌生讯息 然后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 大头贴是一个超爆帅的帅哥 有的时候可能甚至是韩国欧巴那种等级 然后点进去就会有名车 房子 然后跟妈妈的合照 然后小笼包的照片 小笼包 就是会有一些那种传统食物 感觉他很坚守传统价值 这是我的推测 我真的没有认真看过他们的那个照片 因为我好爱 因为以前一开始我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都会很想要知道说 这些陌生人为什么会想传讯息给我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就会去划几篇文 然后通常也会有一些那种山海的那种就是风景照 然后看完之后你又觉得说 可是他发的文好像都没有什么内容 然后追踪的人也都怪怪的 那我那时候可能就不遗由他 我就删掉 或是我就一直放着这样 我就没有去想太多这件事情 然后直到是有一天 我好像在YouTube上面看到一个女生 就讲说什么 杀猪盘是什么 然后我想说杀猪是真的要砍猪吗 这样 就我就点进去 就他讲完这整个画面 我想说那就是我遇到的这种事情 然后我后来就有跟身边的朋友聊 然后大家就说 有啊有啊 很常收到 原来这个东西叫杀猪盘 所以我要先问你 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会收到这种杀猪盘讯息 我不知道欸 三四年前吗 那你有曾经就是觉得 居然会有陌生人要跟你聊天 然后吓到之类的吗 我一直都知道那是诈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都知道就是陌生人跟我讲话就是诈骗 哦 然后我通常会play alone 所以你现在还会吗 我现在还是会啊 就是我还是会让他小聊一下 因为我觉得太有趣 我想知道就是到底是谁 可是因为他们通常后面都会想要导到 呃WeChat或者是Line 然后我就觉得很麻烦 因为我不想给就是这种比较私人的 所以我就会消失 所以我真的从来没有真的知道黄龙 到最后一步过 但是我要分享一个前天才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真的这个timing太有趣了 好请说 就是呢礼拜四 上礼拜四我在工作的时候 突然间我的手机跳出了一个Facebook通知 说有一个人叫我好友 然后他的那个英文拼音叫做 黄轩 然后呢那个大头天就是黄轩的某一个宣传照这样子 然后我想说黄轩 黄轩 要加我好友是什么意思 我们上礼拜四刚好有聊到 就是我跟黄轩之间 我对他有一些parasocial的感觉 我想说哪一个人这么恶劣 就是马上来开这种玩笑 然后就后来我就先accept 因为我真的太好奇 我想说我要知道他是不是 就是想要诈骗 然后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后来我就通过之后呢 他就马上传了讯息过来 然后是简体字的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认真阅读 诶他变成别的名字了 哇 他现在叫做签 签七 建制吗 才三天的事情 他完全换了一个新的身份诶 太有趣了 但我有截图 这个人完全没有耐心诶 但本来是黄轩的 然后呢 他上面就写说 粉丝们好 我在我的商业页面上 看到了很多 你们对我帖子的评论 所以我决定创建一个 更私密的页面 来感谢那些评论 和祝福鼓励我的人 和你说话不要惊讶 不是上帝吗 我只是和其他人一样的人 我在这里是因为 我的粉丝说 我与他们没有联系 那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与少数 被选中的人联系 但我没有回应啊 我觉得太好笑 因为你在太短的周期内 直接看破他的手脚 因为我之前就听过 就是很多 而且那个明星都会po啊 就是会说这样子 并不是他本人什么的 然后第一个 反正很多疑点啊 第一个就是 他的Facebook看起来 非常的新 然后上面全部都是 他最近表演的照片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的讯息是简体字 然后还讲了一些 莫名其妙 看起来很像Google翻译的东西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方式 你可以去知道 他绝对是诈骗 我那一天本来是要回他 然后本来是要play alone 但是我后来忘记了 想不到他就换了一个身份 好那 我觉得前面这个故事 真的太精彩 而且刚好可以连接到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杀猪盘的专业定义是什么 因为我相信有些人 可能会想说 这个东西原来是一个 有系统性的嘛 就我希望 如果有任何人 遇过这个状况的话 就是从今天开始 你就可以多注意这样 那杀猪盘 他的专业的定义呢 根据维基百科是说 是一种电信诈骗的手段 他就是透过营造虚拟的形象 来获得被害方的信任 进而建立亲密关系 最终达到骗取公司财务的目的 然后该手段组织严密 产业链完整 失骗周期长 受害人数多 涉案金额高等原因 受到社会关注 这件事情应该是 在中国有很多这种案件 所以我那时候好像也是 看到一个中国的YouTuber 然后他就是做了一个影片 跟女生讲说 如果你觉得 就是有任何人思绪你 然后让你觉得 很受到那个叫什么 受宠若惊 然后让你觉得 他好像就是看到你很多亮点 但是你又觉得有点怪怪的 那只要有一%的怪怪 他就一定是诈骗 我自己会觉得 其实就是因为 他们的开场白都很像啊 而且他们都用英文 然后他们通常 我收到的啊 通常都是那种 韩裔的照片 然后他的profile 都会写说什么 就是可能放一个 韩国的国旗 然后美国国旗 不然就是台湾国旗 然后新加坡国旗 反正就是 让你知道说他是亚裔 但是他现在在别的国家工作 然后他会用英文跟你对话 然后其实通常他只要放上就是 呃 不管是中国或者是台湾 就是反正我知道你应该会讲中文的话 我就会故意用中文跟他对话 然后他们就用英文回答 我就会说 为什么不说中文 然后他们就会说 哦我太久忘记中文或什么的 然后反正我就是 真的太喜欢跟他们聊天 然后有一次让我发现一件超好笑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同时 呃 让三个这样子的人 就我同时跟三个这样子的人聊天啦 然后 因为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 我太想要知道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剧本一模一样 就是因为 有一个人 他就先问我说 你喜欢什么样的颜色 然后我就随便回答一个颜色 他就说 那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水果 然后我就随便回答一个水果 然后就过了不久之后 另外一个人就问了差不多的问题 我就也回了一样的问题 回完了之后呢 本来那个人哦 突然间问我说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水果 我就说 你上面问过了 他就说 真的耶 我想说 哇 忙不过来哦 木枝贴上还贴错 天哪 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 以前我收到讯息的时候 通常他们的开场白都会说什么 你深邃的眼眸 让我深深着迷之类 然后那个照片可能就是 我连我自己的眼睛在哪里 我都找不到 就是那种很远景的风景照 然后人很小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觉得说 啊这一定是诈骗 或者是说 很少陌生人 就除非你是IG蜡膜 就是可能会有小脚丝丁 说你很蜡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理解 可是如果今天你 不是走这个形象 然后就会有人回说 你真的太美了 可以认识你吗 你就会一秒觉得说 好像有点太夸张了 通常你想要认识一个人 你试出善意的方式 不太会是这样子 所以你就会觉得 哦那这应该是 杀猪盘是骗人的 可是我觉得他们现在 不知道是学乖了吗 他们就是会从 照片里面的一些线索去下手 你有收到跟客制化的讯息吗 有 就例如说 我之前去吃汉堡 然后我就可能 拍一张照片 是我跟汉堡的合照 然后刚好因为 那个拍照的时候 是前面有我的汉堡 跟朋友的汉堡 所以看起来很像是 一人吃两人份 然后我就有在那 caption那边 很开玩笑的写说 看起来我好像是大胃王 这样子 然后就有一个 也是帅哥 然后就下面留言说 哈哈你看起来 真的是大胃王欸 然后点进去一看 也是杀猪盘 我就会立刻 把那个留言删掉 而且是很多个账号 现在都很喜欢 留这种客制化留言 可是就是一点进去 还是杀猪盘 就觉得说 哦真的很烦 不要再烦我了这样 但是我就觉得 他们有在努力 我要分享一个是 就是我朋友 我最近遇到的事情 然后他这个更进阶 是他在用交友软体的时候 然后跟这个人配对到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聊天 后来就转站到LINE 就聊了非常多 比较个人的事情 他就说 哦他是在PC Home工作 然后还秀了 就是他的工作证 给我朋友看 就说什么 因为他现在人在大陆出差 然后需要就是 请我朋友去 PC Home的后台 帮他处理一些账号 什么点数转移的问题 然后呢 他就给你一个 假的PC Home的网址 可是看起来 就是跟真的PC Home的后台 长得一模一样 然后第一次操作的时候 他一定都会让你用 他的账号去操作这件事情 结果后来第二次的时候 他就会再跟你说 哎你可不可以再帮我弄一下 因为我人在大陆 然后因为这次是有优惠券 那你应该也想一顶优惠券吧 你只要先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在里面先处置 什么一万块钱 你之后就可以拿到这种 无数多张优惠券 然后都可以用在你买 PC Home的东西上面这样 这时候你就会开始 起情决心 想说为什么 我要拿优惠券 而且我拿优惠券 还要先付钱 就开始就是 让我朋友开始怀疑 所以后来就真的发现 他就是诈骗这样子 但是据我朋友所说 他们在 他开始行动的前两个礼拜 他是真的很认真 在跟这个人聊天 而且这个人是认真到 他们交换了联系方式之后 他每一天都打电话 给我朋友聊天 你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 我无法相信 因为我觉得这个比 每天就是传一些讯息问候 还要再夸张太多 因为我觉得 发出声音讲电话 是很大的付出耶 对 然后后来我朋友就传了一个 那个PTT上面的人 就是也有人分享 他遇到的这个人 故事跟手法都是一样 对方也是说 他跟这个人真的聊了很久 可是 好像聊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然后这个人才真的下手 就是对他行动这样子 他的解读是因为 他一直跟这个人哭穷 然后这个人可能就想说 那你很穷 我就再等一下 天哪 因为我后来就觉得说 可能有很多创作者 有拍影片 或是写文章 跟大家讲说 杀猪盘这个东西存在 所以他们必须要 找别的方式来 就是 突破大家的心访吧 可能就是要让你觉得说 他好像真的是 真实存在的人 所以就会有 我刚刚说的 就是他可能会有 刻住他的讯息 不要让大家觉得说 他们是罐头 然后或者是像你朋友 他甚至 跳下海去讲电话 我想说 天哪 这个真的是可恶至极 你知道吗 而且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是后来我朋友 就发现他的诈骗了嘛 所以就没有再跟他 继续对话了 然后 后来我朋友 就继续使用交友软体 然后又滑到了一个对象 然后在聊天的过程中呢 那个 因为我朋友就没有 在自己的 profile上面 放一些太多的资讯 然后对方就问说 你的profile怎么那么空白 我朋友就说 因为之前碰到诈骗 对方就开始问说 什么样诈骗啊 是怎么样被骗的啊 接着 对方就突然间 说了一句话说 我这边有你 之前传给我的影片 他遇到了同一个人 然后那个人拿了新身份 然后继续在 交友软体上面配对 我真的觉得就是 当然这是 一个工作 一个集团 可是 我不知道耶 我就完全无法理解 就是 因为他这个工作 最可怕的就是 他不是只是很直白 就说我要骗你的钱 或是我传给你一个假网站 他是 透过你的信任 所以我才觉得 杀猪盘最可怕的就是 他其实是在玩弄你的心灵 就是 我朋友就一直说 那个人应该是读心理的 对啊 他就是觉得 那个人有点太厉害了 譬如说 那个人在跟你聊天的过程中 真的是正常到 就是 像我们在 他在跟那个人 对话的过程中 我们中间有出去吃饭 我跟我朋友 然后我朋友那时候 甚至还提到说 最近他在跟 就是一个对象聊天 然后对方也有提到说 哦他喜欢露营啊 或什么的 然后也有说 之后有机会的话 可以一起出去 然后我朋友还说 哦可以啊 那我可以带我朋友去吗 就他们甚至聊到这种 你会觉得 真的是非常 有前景的 关系发展的内容 嗯 对所以 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 一定要找机会聊 然后 可能我当时提出这个 意见 可能也有没有半年了 嗯 然后我后来就是一直 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要被实行 直到有一天呢 就是因为我每个礼拜 大概至少会收到 大概三到五个 杀猪盘的那种账号 传讯息给我嘛 可是他们都会 自动被分配到那种 就是垃圾讯息 或者是陌生讯息 所以我可能很久 才会看到他们 我那天又觉得说 想要清那个讯息 结果我就看到 有一个人他秘我说 诶在吗 想认识你什么什么之类 就是比较普通的开场白 结果我就没有理他 我也没删掉 我就继续放在那边 结果可能又再过了 一个礼拜 我打开来看 他就回说 都不回哦 就是很凶这样子 有点好像被冒犯这样子 我想说 哇你诈骗集团 你还敢凶我啊 这样 所以我就有 彻底把它删掉这样子 然后那天 我甚至有看到 另外一个是 韩国欧巴的照片 然后私讯我说 你的大头贴问号问号问号 然后过了大概一天吧 我住在美国的学姐 也转贴一个 现实动态是同一个 然后密他一模一样的 开场白 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是会 锁定一群 可能是差不多朋友圈的人 然后可能就觉得说 这些女生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年纪 大概会喜欢什么样子的男神 然后以这群人为主 去下手嘛 就我不知道 我后来真的觉得很不爽 就是因为那个人 他突然回说 都不回哦 然后我就立刻跟雨洁说 我一定要录报这一集 我就觉得说 全世界最好就是 看到这种讯息就删掉 甚至有的人会加我好友 我就会立刻把他移出粉丝 我就说你们这些人 真的好可恶 就给我消失在我的生活中这样子 我真的很气耶 可是我很好奇是 所以你一开始 真的有相信过吗 我一开始 我是 呃 有点半信半疑 然后兼惊讶 因为 假如说你收到陌生人私讯的时候 呃 百分之六十的时间 可能会是 呃 真的想问你问题的人 或者是听众 你是公开账号 对不对 对对对 哦 对对对 那我可以理解 因为我自己觉得 就是私密账号的好处就是 我真的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嗯 就我目前的规则还是属于就是 哦 我要知道你是谁 呃 才有机会就想说 好好好 叫你追踪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这等一下后面我很想探讨 就是我不太确定他们图什么 但是我肯定的是他们一定 有足够的信心就是 这一招会在某些人身上奏效 嗯 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有收到一些 就是也算是客制化的讯息 他可能会传一张照片给我说 这张照片好好看哦 是谁帮你拍的 然后我还很认真回 那时候真的觉得好好笑 我会说是我把手机架在那个 游乐器材上面当做脚架拍的 然后那个人就不回我 因为他想说跟你聊没近这样子 因为你没有回答一些 他想要知道的事情 例如说 谢谢你称赞我的照片很好看 因为通常他称赞你是 希望你可以就是 有种被恭维的感觉 然后进而就是有点放下身段 而不是公事公办的回应 因为这样的话 他无法突破你的心房这样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真的不确定 他是不是杀猪牌 你可以回他 超级平铺直续的回答 那如果他没有说 天哪谢谢我就想知道这个的话 那我觉得他十之八九 就是很失望的杀猪牌账号这样 他说 诶你的汉堡看起来很好吃 然后就回说 对因为这个牛肉是从 纽西兰进口的 而且我觉得 最没有做功课的事 或者说 诶看起来超好吃哪一家 我想说我上面有tag 你没有眼睛吗 我生气 我就觉得说你要骗人 你还不做功课 我就把他那个彻底删掉 你不要这么容易生气啦 反正他们就是随便 那个乱枪打鸟啊 对啊 想要定期收听更多书从人生的精彩书单吗 想要定期吸收更多影剧人生的心得体悟吗 欢迎订阅我们跟Mixerbox合作推出的 午后女子会赞助方案 每月提供一篇节目精选主题延伸文章 以及我们的每月书单影剧片单心得分享 外加每月bonus书从人生特辑 以及每两个月一次的英文闲聊单集 现在就去Mixerbox搜寻 午后女子会Afternoon Girls Club 订阅不同层级的方案 为你的生活提供更多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我后来就觉得为什么我那么生气 就是因为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我默默觉得他们有点看不起女生 就是因为那时候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介绍杀猪盘 他们就讲说 第一个杀猪盘这三个字听起来就很不舒服 你好像是被待宰的羔羊这样子 好像女生就是笨笨的只要看到这种账号 说你很漂亮 你身材很火辣 我们就应该要觉得很开心这样 我觉得首先这一个点 我就已经觉得很不舒服 我想说我也不会随便去猛男的账号 说你肌肉好大快 我就会觉得自己是死变态 然后我就觉得说 好这一点就算了 就是还有他们po文的内容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看他们po文的内容 因为我想要知道 他们觉得什么样的东西吸引女生 我自己很讨厌收到这样的讯息 是因为我觉得他把我当笨蛋 然后我会觉得 就是像你一样的疑惑 到底谁会上当 但是我觉得 听了我朋友的故事之后 我就发现 其实他们真的可能稍微用点心 很多人都会上当 人还是很容易会交付真心的 在现在这样的时代下 而且今天因为他是用IG 所以我自己个人会比较有警戒心 可是如果我真的是在交友软体上面滑到的话 我觉得很难讲 因为你在交友软体上面 你会预期对方是 也是想要来交友的吗 而且就是交友软体会让我觉得 好像不会有人为了要骗你 花那么多时间 其实交友软体上面有蛮多诈骗的 就是这些都是存在的 可是那些诈骗是比较倾向于是 他会拉你入会啊 然后进行就是可能一些什么博弈之类 就加入线上博弈啊什么这种 但是通常是你应该很快就会发现 他们会把那个诈骗的期间缩短 就是他们也可能想要赶快收单 但是我朋友遇到的那个状况 就是那个人真的拖很长 我就真的吓到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心灵上的难过是更强烈 就第一个你可能会觉得 我怎么会相信这个人 可是这个人会在上面横行侮辱 就代表他做的事情一定是有成效的 就不代表说我们是笨蛋 会觉得说好像这个人对我付出真心 就是因为通常我们都是 先选择相信一个人 直到他不能被相信嘛 我觉得这是大部分的人处事太多 你不太会遇到一个陌生人 然后或是一个人私讯你 就觉得你一定是坏人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这是疑神疑鬼到一个不行 所以他就有一点像是在滥用人家的善意 然后这件事情就带到 就是他们的那个发文内容嘛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 因为我很好奇听众看到这些发文内容 会不会觉得很心动 就例如说 假如说真的 现实生活中网帅的账号好了 他通常经营摆面可能都是很帅的穿搭 或是自拍照 或是拍什么衣服啊 或是那种对着镜子自拍 可是这种杀猪盘的账号 通常都不是这样 他可能会有一两张自拍 可是不会有太多他个人的照片 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个推测 就是他不能看起来太自我陶醉 就是不能觉得自己很帅 就是他是帅但是不自知的帅哥 我没有想过这一点 真的哦 因为我就是觉得 他就是随便找一些照片来 因为你拿来弄来那么多网帅的照片 对 而且其实你露越多脸 就是越给人家机会去以图搜图啊 没错 我自己是这样想啦 就是因为随手拍的东西一定是最方便的 当然他们可能有非常多 呈身上万个素材可以用 而且那天我朋友跟我分享一个 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就是因为刚刚不是有提到 第一个呃就是骗他的人 有提供一些自己的个人照片吗 然后我朋友就有秀给我看 然后我就说真的太可恶 因为他就跟我说第二次他有遇到 我就说那他照片哪里来 他不是就同样的照片 同样的人吗 然后我朋友就说没有 他说不定那个照片也是 他之前用女生的身份去骗来 别人男生的照片 然后持续把这些东西拿去使用 然后我就想说天啊 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真的 跟一个诈骗集团的人 深入交流之后 然后你可能会分享很多 你个人的生活照给他 不管是你吃的东西 还是真的是你的自拍照 他说明就拿你的照片 去弄了一个假身份 然后用你这个假身份 去骗别的人 而且你刚刚讲的这个 就是真真确确的 前阵才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记得那时候 我看了一个好长的报道 那真的很可恶 就是有摄影师去骗女生 然后要拍照片 然后之后再把这些东西 就是泄露到一些群组里面 这样子就是那种很非法 然后就是看女生私密照片 跟影片的群组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发现 那个祖贤用的女生的照片 也是他去骗来的照片 然后其实他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心理 就是女生对女生 通常没什么戒心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那这样太好了 然后聊天的时候 他还会有一种 我们就是女生互相帮忙嘛 我介绍一个 很好的赚钱方式给你 我怎么可能会害你 我们都是女生 我就觉得真的好可恶 我真的气到一个不行 因为我就觉得说 你看不起我们之外 你还滥用女生 对女生的信任 那就是真的 我会想到那个 韩国之前那个 恩豪房的世界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然 我还是希望大家 就是对于陌生人 是有善意 或是有信任的 就当然希望社会 是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 就是大概知道说 这个社会普遍 对于女生想要的东西 有什么样的刻板印象 比较容易去侦测出来 今天这个人 是不是有想要 用这样的方式来 建构一个很美妙的 那种童话故事来骗你 我觉得相反来讲 其实男生也很常会 收到这种假账号的侵扰啊 我就超想问 因为我之前问的人 很多人就讲说 好像没有耶 就是我都是得到 这样的反馈 可是我就好想知道 如果是反向的 针对直男的杀猪盘 是怎么样子去进行的 我自己之前看到的案例 就大部分是 会有那种 莫名其妙的人 在你赖 然后她的大头贴 可能就是 也是比较漂亮 很可爱的妹妹 那大部分啦 就是网络上面分享的 大部分男生 通常都还是会 跟她聊一下 然后聊的过程中 可能就会突然间 觉得说 诶有机会哦 感觉真的可以认识看看 然后后续就会发展出 可能女生 就会开始借钱啊 什么之类的 就其实是差不多的事情啦 对 只是角色兑换 然后像是很多 漂亮妹妹 不是也很喜欢 在别人的那个 IG留言 就留很多奇怪的留言吗 哦对 就那些也都是 就是我觉得他们 真的让我生气了点 其实跟性别完全没有关系 就是他们把人 把人想得很笨 跟很善良这件事情 也不能讲说 把人想得很善良 是一件很坏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 你不能滥用人家的善良 对 而且那个男生 那个部分 就是我之前 因为太好奇 我就问过一些人说 诶你有沒有收过 这样的讯息 结果我得到的答复 都是有 可是因为一眼就看出来 可能是比基尼罩 或是辣妹之类的 那你可能就觉得 哦我不认识也删掉 然后我就觉得 男女的差别就在于 通常想要用女生的照片 去骗男生的时候 他们都会觉得 我就是照片放一个 很漂亮的就可以 可是女生 他们就会精心去 就是制造出一整个账号 至少可能有30张照片 然后发文内容都是可能 就像我刚刚讲的 会有一点点自拍照 然后有一些风景 然后我不小心拍到名车 不小心拍到豪宅 然后还有跟妈妈的合照 我觉得跟妈妈的合照 最好笑 就是我推测就是 要展现出 她是一个很顾家 很爱家的好男人 这样子 我还有看过几个 是跟小孩的合照 哦你就就好像 很喜欢小孩子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 好啦 对的确 如果你问当分的人 就是什么样子的条件 会是好的 大家可能会说 如果经济实力稳定 然后可能喜爱旅游 然后外向 然后最好是有 很多跨国的经验 然后很就是 孝顺父母什么的 的确他们就真的 可以在这个profile 然后加上他们的发文里面 完成大家的梦想 尤其是在那个 Bio那边放很多 国家的国旗 虽然我身边 很多朋友也会这样做 但是这真的是 诈骗集团最爱做的事情 就是用很直白的方式 告诉你说 哦我可能是混血儿 或是我可能是 去过很多国家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 你们到底要 把这些人 逼到什么绝境 就是你导致 最后如果真的 有人是这样的身份 他反而很容易 被归类成说 你是不是诈骗集团 就是我常常会这样想 就是真的符合 这些样板的人 是不是最后就会 被归类为 就是会让人家 不太相信 他是真实的人 那就请他 只能更认真的证明 他是真实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 真的好好笑 因为我就想说 我身边好像真的 不会有人 为了要展现自己很孝顺 然后就po出 自己跟妈妈的合照 我觉得最让我疑惑的点 真的是他们 对于这个账号的经营啦 因为其实 一看就知道 他们非常的不认真 然后也知道 就是他们最重要的目的 其实就是把你导到一个 更私人的聊天的地方 然后他会 循序渐进的慢慢揭露 就是他可能有一些 用钱的需求 但我自己觉得 有一个很有趣的是 如果你问他的职业 他们通常都会说 我是engineer 或者我是lawyer 或者是 就是一些很高收入的职业 然后我还遇过 很多个医生 我真的不相信 这些人会有 这个美国时间 在那边跟陌生的聊天 就这个很难讲 只是我就是 真的觉得太有趣 因为他们都会给自己 很多就是所谓 他们觉得可以 吸引到女生的职业 或是一些科版印象上面的 好的标准的东西 然后我每次在看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好笑 然后就我自己是 真的是觉得很好笑啦 而且我那天 刚好在听少中印象 就又在shout out 就是我真的非常喜欢 这个节目 然后刚好他们 有在聊到 就是说有诈骗集团 跟他们聊天聊一聊 就诈骗集团 自己身陷其中 因为我记得是印象说 他就是很好笑嘛 然后他就是会 很努力的 就是每次讲话 都很有梗啊 然后就是 会想要逗他开心 然后最后那个人就是 快乐到就是 很不想离开 这整个对话 虽然完全没有骗到人 这样子 然后最后他们好像 还真的会私聊 传些有的没的 然后我就觉得 如果大家相信自己的实力的话 也是可以这样做 就我觉得说 就像你有时候 会跟他们聊天 我觉得就是大家 可以试试看 他们的套路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 知己知彼是好的 只是因为 我自己有一点害怕 跟陌生人传讯息 就是那种完全不知道 他哪来的那种陌生人 所以我都会 第一时间就把他们 全部删掉 但其实我真的很渴望 跟他们就是展开一些对话 你跟他们对话 真的不可怕 因为你就是 反正不要给 任何自己的资讯就好了 就是他们想聊什么 你就go with the flow 就是他们说什么 你就回答什么 因为像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很有趣 就是因为 他们就真的会问 很多很知识的问题 然后他们很喜欢问我说 那你的星座是什么啊 然后 我只有遇到一个人 是我真的在想 他到底是 杀猪盘 还是他其实就是陌生人 因为 那时候就是 他就问我说 我的星座是什么 我就说 我的星座是什么 他就超级客气话 说双子座的女生 什么什么怎么样 其实通常 我收到这种讯息 我都会很生气 我想说 不要在那边刻板印象别人 好不好 然后 他就自己 长辨大门讲完之后 他就会开始 开另外一个话题 就说 最近什么什么 真的很热 就他看起来是很认真 要跟我聊天的 但后来那个 我也没有聊下去 哈 而且我现在真的好奇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 平凡的陌生人的话 搞不好 真的还可以交到朋友 但是我没有想要 用这样的方式交朋友 我觉得对我来说 最大的差别 就是在于 因为我的IG是私人的 所以其实IG对我来说 就是跟朋友 就是我看朋友 在干嘛的一个平台 因为我自己个人 也没有太常在上面分享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透过IG去认识人 所以就算有人说 他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 认识我 我也会觉得很奇怪 但我觉得 个人锁起来的账号 会很怪 是因为他能看到 只有你的bio 跟你的大头帖 对吧 对 因为就是 这样的话很明显 他只能 称赞你很漂亮 因为他对你一无所知 他看不到你的现实动态 之类的 而且通常就是 如果像我是公开账号的话 他可能还会 小努力 他会先按你 十张照片赞 然后再加你好友 然后呢 再追踪你 然后再思绪你 就是他展现出 他很大的诚意 但是我都会就是 一一的花很多时间 把他们全部移除掉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这件事情其实 仔细想想也蛮好笑的 就我一开始 可能我还会 可能大概有四五年前吧 第一次收到 我还心中会跳一下 想说 居然有陌生人 然后 然后传这些 就是很 很称赞的话 就 我第一时间 我其实不知道 我是开心还是惊吓 但是我甚至有怀疑说 如果我的惊吓里面 有任何一点点的开心的话 我到底怎么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 会是我们未来的 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所谓的 当今天有男性 突然称赞你 然后你以前 其实没有什么被称赞 外表这种东西的时候 你是不是内心会觉得 我不应该开心 可是我好像又有点开心 这个情绪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会觉得 他们会搞得我脑子很乱 就是当初杀猪盘 刚开始兴起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从小知道 外表不是我很容易 被称赞的点 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有人 完全是针对我的外表 称赞的话 我就会觉得 你随便讲讲而已 所以我觉得是我个人 就是疑心病比较重 我是一个很有疑心病的人 我常常会觉得 很general的问题 就是诈骗集团 会问的问题 对所以就 如果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东西你很容易判断的话 那我真的是恭喜你 因为之前我妈也有跟我分享 说她说 我IG什么都没po 为什么会有一个中年男子 嫁我好友 我说那就是诈骗集团 因为 我就说你不用紧张 因为他们就是乱枪打鸟的 随便乱罚 就其实他们就是 不把我们当人看嘛 所以大家也不用 把他当人看 就把他当机器人这样子 他们可能背后一个人 搞不好空100个账号 就跟你聊天 都常常会聊到 就像你讲的 就可能会复制贴上 前面的讯息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这个有点算是 小小的想要宣导嘛 就如果有年纪 比我们小的人 可能你曾经遇过 然后我觉得 可以跟他们有一些对话 或是什么 可以试探 我觉得都没关系 但是就是不要透露 太多自己的讯息 我觉得就是不要提供自己 除了IG更私人的联络方式 对 而且那天我刚好在看 那个小齐炫的YouTube 然后因为我很喜欢他 然后他那天刚好 有做一个Q&A 然后就有人问他说 为什么你不拍Room Tour 然后他就说 因为他自己一个人住 所以他说其实 有心人 如果你真的拍了 很多你家的 例如说连窗户外面都拍的话 要知道你住在哪里 如果他有心 他一定找得到 然后他就讲说 所以他都只会拍 他的收纳的小空间 就是例如说他的桌子 或是柜子这样子 然后他就讲说 这个是一种自保的方式 或者是他在做一件事情 我之前有在做 就是他po现实动态的时候 通常都是他已经离开 那个地方他才po 然后这件事情 我已经实行非常久 因为我觉得 虽然他的缺点 可能是如果真的 你的朋友有在那边 然后他看到的时候 就说你也在那边 我们可以见面 那你及时发誓 有他的好处 可是很多时候如果 假如说啦 你身边有一些 你不是那么喜欢的人 有追踪你 然后他讲说 你在那边吗 我也去找你 那这个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害怕 所以我自己会建议 就是当你有在意 这件事的话 那你发现实动态 最好都是离开那个地方 你离开那个餐厅之后 你再发 对要不然就是 你po一个完全没有人 知道你在哪里的地方 那也OK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社群自保的方法 然后你当然也可以 就是把他们 耍团团转 如果你够厉害的话 对所以 如果大家有跟 杀猪盘交手的经验的话 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如果你是男生的话 我也是非常非常好奇 账号就是有过任何的 那种就是交手的经历 这样子 好那就欢迎大家 如果想要跟我们 分享的相关故事的话 都可以到我们的 IG私讯我们 或是直接在 你的现实动态 tag我们 那我们的 IG账号是 Afternoon Girls Club 那如果想针对 单集的特定时间段 留言的话呢 也可以到 Mixerbox上面追踪我们 那如果喜欢这集节目的话 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五号女子会 散会 平 работ 宝费 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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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